或许是由于沙利文此次来访前表现的太其实汹汹,所以中国也并没有惯着,也强硬提出了我方的五原则,三警告,坚持为以中国方式进行沟通,所以这一次沟通还是仅限于坦诚和建设性,然而沙利文想要的东西似乎也得到了,应当是回去可以交差了。 这一次沙利文访华,可以说来的比较突然,事先没有透露出半点信息,透露消息三天后及启程来话,可见是比较急切,然而在我方公开同一起访华的消息之后,美方却突然摆出了一副强硬的面孔,一是派军舰通过台海,二是对中国的80家企业进行制裁,三是沙利文前往加拿大比起提前宣布,对中国电动汽车加征100%关税, 很显然是意在摆出一副气势汹汹的架子,有点带刀附会的意思,或许正是由于这一点,我方在接待其来话过程中也显得欲冷,接机是指派了一司长和工作人员前往机场例行接机,场面是非常冷清,在简单寒暄之后,我方人员立即提前离场,有意思的是,接机过程没有红毯,却有意无意在画面中露出一条红线, 重要的是我方对这一次访华,没有过多在媒体上透露更多的消息,给人的感觉自然就是不那么重要了,沙利文可以说是拜登的第一进尘,这是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八年来的首次访华,尽管他与中方已经有过三次会晤,可这一次确实在中国, 从公开的报道来看,中方表态似乎非常直败甚至是强硬,一上来就强调落实元首会晤共识,是这一次沟通的主要任务,不落实共识,其他自然就没什么好谈的了, 在与沙利文的沟通会谈中,中方提出了五大原则,三大警告,一项介绍,维护中美关系的五大原则,一是中美关系要保持正确方向,关键在于两国元首把夺引航,实际上这是在提醒美方要言而有信, 既然达成了元首共识,就不能出而反而不落实,二是中美两国要避免冲突对抗,关键在于遵守三个联合公报, 这表明我方目前最在意的问题之一,就是台湾问题,警告美方不要在支持台独的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,否则中美关系就无法稳定, 三是中美互动要顺利开展,关键在于平等相待,这其中突出强调了美国从实力地位出发,来与中国交往是行不通的, 中国不承认也不接受美国霸权,四是中美关系要行稳致援,关键在于巩固民意基础, 这是在提醒美方不要在民间的教育、人文、科技、文化等交流方面人为设置障碍,也就是不要煽动民间对立计划民粹主义情绪, 五是中美双方要实现和平共处,关键在于树立正确认知,这显然首先涉及到的是战略互信问题, 意在表明中国无意与美国争霸,当然也不会同意美国对中美大国竞争关系的定位, 中国的发展不是以击败美国为目标,美国也不能以打压中国为维护霸权的目标, 同时向美方提出了三大警告,一是台湾属于中国,中国必将统一,台独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风险, 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的关键,支持台独的结果,中美就有走上严重对抗,甚至是敌对的危险, 二是各国安全必须是共同、综合、合作、可持续的,美国的安全不能建立在中国不安全的基础上, 美国动不动就拿美国安全说是,中国绝不接受,美国的安全不能以牺牲中国利益为代价, 三是中国坚定维护对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,维护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严肃性和有效性, 这不仅表明了中国维护南海主权的强烈意图,同时也是在警告美国,不要在南海问题上走得太远, 这也是中美关键的关键,最有意思的是,中方向沙利文介绍了不久前,才结束的三中全会精神, 强调这次会议是中国改革开放新的重要里程碑,为外界读懂中国提供了新视野,为各国共同发展提供了新机遇, 一是向美国表明了中国复兴强国的决心意志,也就是提醒美方任何势力任何做法,都改变不了中国复兴强国的决心, 二是让美国人放心,中国复兴强国不是为了抢夺美国霸权,重要的是对于美国来说,这是一次机遇, 中方的谈话中,基本上没有按照美国的沟通脚本来回应,而是按我方自己的思路,向美国传递我方关注的重点信息, 有意思的是,中方并没有直接提及美国对华电动汽车等相关产品加征关税问题, 也没提及美方对中国企业的制裁问题,只是在警告中笼统地指出, 美方应停止在经贸和科技领域打压中国,停止损害中方政党利益,以产能过剩为借口高保护主义, 只会损害全球绿色发展,影响世界经济增长,也就是说我方对于美方的关税和制裁动作,已经是习以为常并不太在乎了, 传递出一种强烈的战略自信,也是表达了强烈的坚持原则的立场, 美方把这一次沟通的主要任务设定为稳定关系,而我方强调的是落实共识, 不落实共识,也就是空谈稳定,面对中方强硬表态, 沙利文的表态也算是虚心,他明确表态同意应以平等的方式对待对方, 竞争也应当是健康、公平的,美国无意同中国脱钩,美方坚持一个中国政策, 不支持台湾独立,不支持两个中国,不支持一中一台, 美国和中国将长久的在这个星球上和平共存, 美国的政策目标,就是要找到让美中关系可持续发展的办法, 美方愿同中方继续保持战略沟通,增进相互了解,减少误判, 虽然话语不多,但基本积极回应了我方的重点关切, 和中方的五大原则和三大警告,或许正是因为如此, 外交部的新闻通稿中也提到了,双方就两国援手近期开展新一轮互动进行了讨论, 以及同意事实举行两军战去领导视频通话, 沙利文之前曾经强调,这一次是中美新一轮的外交沟通, 暗示的就是请求两国援手的新一轮互动, 我们早就预测过,推动援手互动应当是沙利文最重要的任务, 能否成行,主要看美国方面的表现, 而恢复两军沟通渠道,则是维护双边关系稳定, 或者说是避免冲突的最重要的一环, 美方把这一次互动的重点定为稳定关系, 恢复两军沟通,也就应当是沙利文此行的主要目的之一, 因此尽管有些遇冷,尽管中方谈话叫直白和强硬, 可沙利文想要的东西也基本上都得到了, 对他来说这是一次成功的访问, 他回去后可以交差了, 其实中美关系走入了垃圾时间, 那么拜登访华就是一个垃圾议题, 无论是巴厘岛还是旧金山, 所有的重要共识, 美国有一个落实了吗? 这个家伙内退之前, 还要抓紧时间签署藏中争议法案, 这样的人不挨也罢, 美国为中美军事冲突的准备工作, 已经大不完成, 冷战和热战都在向我们迎面走来, 这个时候仍然对美国存在不切实际的幻想, 仍然被他们的战略忽悠所迷惑, 那就不是简单的智力问题, 中国国内确实存在这样一种势力, 他们打着维护中美关系的旗号, 操控中国的舆论, 用幻想迷惑和麻醉中国人的神经, 这些人在平时表现为用和平主义包裹着的投降主义, 在两军对垒时, 就是打开城门的人, 只有承认中美关系名存是亡的现实, 才能有效地利用好这段垃圾时间, 及时做好中美关系彻底破裂的准备, 在世界风云变幻的当下, 做出最坏的打算, 争取到最好的结果, 当战争不可避免, 和平就是最大的谎言, 这个世界上最大的骗局, 就是和平已经完全破灭了, 还要把美国说成是爱好和平的天使, 沙利文不是天使, 美国更是这个世界的动漫之源, 别了沙利文, 70多年前斯图雷登的黯然回国, 象征着美国对华政策的全面失败, 今天沙利文下岗之前的这一次表演, 同样不会给他带来更多的存在感, 留给他的应该是和斯图雷登一样的心情, 感谢观看